6岁的强强体重将近120斤 过于肥胖的他不断不能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幼儿园 而且身体还不大好 为了帮助强强摆脱肥胖的烦恼 记者首先找到了郑州儿童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灵飞 他告诉记者 一个正常6岁儿童的体重应该在40斤左右 超过20%那是一个轻度的肥胖 超过50%重度的肥胖 他只有超过70多斤 对对那是一个重度的肥胖 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小孩子越胖越好 加上爷爷奶奶的溺爱 一些孩子当初生就会鼓充各种各样的营养 这在无形中造成了儿童肥胖 就像成年人过于肥胖会出现很多种疾病一样 儿童肥胖也会让他们今后的人生旅途显得步履肥健 它会出现很多其他的变化症像脂肪肝 还有就是这个性脏疏 再一个就是像糖尿病 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 专家认为体重严重超长的7至12岁儿童 由于正处在青春启动期的初期 身体的脂肪堆积会直接引起生殖系统的发育迟缓 这样的男孩成年后容易产生性功能障碍 严重的还会导致终身不育 而肥胖女孩有可能导致不孕 因此减肥就成为很多肥胖儿童的耽误之急 要合理的营养 那么就是合理的运动 那如果是症状性肥胖 那只能说就是说把这些原因解除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的孩子过于肥胖 一定要及时带着孩子到医院 根据医生的建议 合理的为孩子减肥